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显失准 我有形容是科匹KO了章鱼里 镜头转到高雄 1号韩国的指标最好 那点名的是高雄市章鱼哥指标里的林雅区正义里 高雄市韩国瑜得票率53.87% 陈其脉44.8% 正义里韩国瑜拿到49.34% 陈其脉47.98% 尽管误差值最高4% 但同样是韩国不胜选 从里看现在是投票率 台南市郑强里也是传说中的章鱼里 同样在4%的低误差 陈伟哲赢了高斯伯 开出结果正是如此 但更省准的章鱼里在台中 同家卢宣彦台中市长争霸 分别获得42.35%和56.57%选票 而在东南里的得票数 分别是42.4%和56.57% 几乎一模一样超省准预测 也成为这回九合一选举最强章鱼里 代表时代力量参选台中市议员的吴佩云 跟党团总招许有明一块碎票 但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以九票之差败给现任的 民进党议员何文海 台中第七选区七人角逐四席 何文海调车尾 和第三高票当选的张耀忠 差了2211票 而吴佩云仅仅九票之差输了 要求重新验票 时代力量吴佩云被网红蔡牙嘎 列为全台十大正妹议员候选人之一 最后却落败要求重新验票 其实他跟对手何文海的恩怨 得从这张竞选看板说起 吴佩云穿着泳衣泡在泳池里 笑容甜美相当吸睛 主打健康活力的吴佩云 曾担任钥匙还是有氧运动教练 没想到看板却被何文海调侃 不如把胸部露出来给大家看 引发争议 现在两人又因为救票差距杠上 就看重新验票 会不会让结果翻盘 好 这个民进党是输得偷偷偷偷 一般人家说蓝天绿地 基本格局决战中 台湾南部几乎都是民进党的天下 这次连民进党的起家地都完全不保 对 没有错 所以这是民进党的警讯 民进党自己本身一定要深自检讨 那其实以台中为例 台中这次其实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包括蓝绿都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两边都估计自己会小赢 小赢个比如说三五万票OK的 但是没有想到 差距高达二十万票 那么在上一次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你要知道刚好那个票数几乎差不多两个人颠倒 差不多 上次就这样子赢了胡志强 就二十万票 结果这次回来了以后 人家赢了你二十万票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铁票区 比如说东区风源神刚 上一次赢到都是快要六成六成六成 这次输了只剩下45%等等 这是警讯 那至于这个彰化也是一样 彰化魏民谷也是输给这个不败女王王惠美 王惠美从陆港镇长开始 曾经我记得没有错 他陆港镇长曾经拿到八成的这个 等于说这个得票率 所以他自己本身上一次也是一样 两边刚好劝聚过来 上次那个魏民谷也是大胜 那除此之外 其实这个云林呢 云林输 而且输成这样对不对 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跟这个张立善自己本身 当然韩国瑜的这个现象很重要 韩国瑜他一直来一直来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云林的女婿 那说他来帮这个张立善之外 那么也包括云林一直受到攻击 那因为云林是我们台湾 最大的一个菜的菜农的 相关的一个果菜的地方 所以呢最后没想到 我觉得李静勇其实是蛮悲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李静勇上一次 在当基隆市长的时候连任失败 就没想到这一次呢 他当了云林县长的连任还是失败 那除此之外 当然不败神话 不败神话就是这个高雄 那么高雄就高雄市20年 民进党执政 那么就高雄县33年 合并了以后呢 上一次你看99万票的花妈 对上45万票的这个杨秋心 那这一次呢 两个翻转过来了以后呢 你看输了15万票 不过其实70几万票开出来的话呢 大概也是绿营的基本盘 但是问题多出来投票的呢 涌到了这个韩国瑜这个地方 那么你看包括 齐金 林源 子官 上一次花妈都得票数都超过75% 76% 78% 这一次都只有小胜 而这次38个高雄38个区呢 那么韩国瑜大胜28个区 而这个陈其迈呢只赢了10个区 可是这10个区只赢了8000多票 所以这也注定了那么新的宣传方式 新的行销方式 那么已经不一样了 民党在面临新的打法选战的过程当中 不能再用旧思维 就是装脚式的 或者是说以前那样子 这个只打陆军为主的 你可以发现韩国瑜这次从空战开始 从网路开始 最后3-3那么一亿打下去了以后 最后竟然可以赢了 本来民调高过他20%的 陈其迈15万票 所以我们就特别请理事长来 为什么高雄算得变得这样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 这段期来说 这是一个 连心的一个失变 为了这个大环境 受到大环境的一个影响 也是长期以来 没有啦 你怎么这么听韩国瑜讲话 你说的 实现没有实现都不知道 因为他讲的话 年轻人喜欢听 他说你又老又穷 这是你家又老又穷 但是年轻人听得很爽 他提醒 他说是在提醒我们 并不是在说我们不好 但是老一辈说这是在说我们的不好 这变成不一样 但老一辈又为了提出这个同性恋同婚者 这些民怨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出来 所以南部地区 想着说什么要同性恋结婚 对 中部也很严重 中部也很严重 中部非常严重 因为我在辅选的时候 发现很多那个连那个里长 那个几百一两百个人 几十五六十个人 他那个公投什么爱家公都在宣传 然后呢 几乎等于对民进党反辅选 对 连民进党提名的里长候选人 也一样都让他们很有善的来讲 他们知不知道大法官视线 同性应该可以结婚 不然就违反宪法了 你知道也不知道 他们就不断 不断在那里说 这是怎么怎么 就是说 因为那个宣传非常绵密 真的是很恐怖 那个是每一个几乎 人家说爱家爱户 街头向尾 要去投票的时候 然后你还发现 从昨天晚上的投票结果 你可以看到 他们推荐的地方的议员的候选人 都几乎都前两名 就是刚好又都是国民党的 丁守中也是直接表示他反 他站在爱家盟这边 是啦 是没错 不知道帮他交多少票 你看我们昨天投票去观察 很多老非要去投票 然后我明明听到他是比较挺绿的 可是他就跟我讲说 他公投票要去领 我说可以不领 他说他要去领 他去领他要去投这个东西 所以他比较保守 但是他是支持绿的 老人家这么保守 他就接受什么爱情moteo moteo在爱河 你怎样我接受啊 不要笑话了 所以说这个接受性 你应该说啦 但是呢 就作成说这个 有心要给高雄用 我不是说韩国无心 就是有心的 所以变成人家停不进去 停不了解 他一个高超的一个智慧型 但是呢一个是从 过去是拿过来 像这个电影在演一样 穿越时代一样的 穿回去又穿回来 造成人品的一个失变的喜欢 所以造成这样呢 市场的一个 市场啊 市场大部分都阻止他比较多 家庭 是怎么张话 也是一戒魔咒 是怎么 说实在我们对张话的这一次状况 实在有一部分当然是要检讨 那也有很大的吃惊 因为对手几乎完全没有什么 证件跟准备 那我们也在张话做了相当多的建设 做了很多的这个社府的照顾 那我觉得有一个大的影响 就是劳基法的修正 因为我确实在劳基法修正前修正后 而且两次在进进出出这个张话的时候 感受到基层非常大的反弹 那几乎连我们非常 就是劳工嫌你们不到位 资方嫌你们给他们太大的资助 资方劳方都骂我们 资方劳方 所以有一件事 所以你怎么要比较乡的 就怎么到位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总是都不敢去张话 如果不是到最后参计到 没办法已经派下去了 我真的已经不想去的原因就在于说 因为张话基本上是台湾 有点跟说台中也一样 台中也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大理太平 因为它是一个中小企业 你说换县市长这件事情还是没有救啊 对 所以我就说2016年要启动这个修法的时候 老实讲我那时候是非常疑虑 我其实也反对 我认为2015年才刚修过 都还没有执行完周年去好好检讨 为什么2016年马上要去动呢 很多企业组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当时很多人还为了要拼他用的 我最强因为时代力量一直给人加码 所以大家都要拼用的嘛对不对 一直吹一直吹嘛 像我咖啡的时候 比作是脂肪要挨挠嘛 可是牢房也不领你的情啊 对不对 然后等到你修完后发现根本不可行 我一下到地方 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我有去 因为人家说要请你吃饭 你都不敢去吃 因为吃完饭就满头包了 民怨大会 对没有错 那最后又来修第二次 修完以后那牢房又骂你啊 说你让步啦 你又偏担自发啦 那所以我们里外不倒好啊 两边都得罪啦 这个是一个在一个中小企业为主体 而且服务业为主体的 彰化跟台中 最严重的关键问题 那县市首长这两位 他们没有立即的去意识到这件事情 要很快去进行一些沟通跟转化 相对来说我们也有观察到 那个郑文燦 他有进行很多的座谈 对 所以在一来一回之间 如果你有提早去处理 把某些民怨化解 那就有一定程度 这个可能会再收回 但是你觉得跟产业特性是不是不一样 我觉得北 双北 桃源基本上都周修好是吗 没有错 确实产业特性有很大差别 这次劳基法的修法有没有进步 有进步 好到谁 好到大企业的劳工 跟已经有规模的企业 但是对于中小型企业 对于服务业 那是重创啊 真的是重创啊 因为他的毛利很低啊 你市长也有受到充滞吗 没有对高雄就小型的 像说开一些小店的 请一个人请两个人 餐饮店 他会受到这一些影响很大 因为呢 就是说一直我们在 告诉所会一直在反对 四人以下就强助纳宝 就是这个问题 会产生了 所以这一次呢 说到明天就做一些人太多了 因为都是开小店的人 我请一个人 但是呢 尤其那一些书途住的人 书途住更糟糕 原来呢 你的我 比如我请一个是亲戚 你来我这里当协徒 然后呢 像提供 到最后呢 他向他申请20年的 你要给我的劳基法 那糟糕了 他一下子撕破脸了 这些的企业都非常的反弹 所以他这次就都没投民进党就对了 有可能嘛 而且我确实也观察到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产业 支持过去民进党的人 很多东西 修 修人家 修人家 小店家 那他就是人力很优限 那他就是赚钱 就是很靠他的劳力嘛 那这些他在升级上 还没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升级的时候 这个东西一冲击下去 他不但收益没增加 反而他的成本都墊高了 所以我们走到哪里 大家都会觉得 明明说 整体的好像GDP有上升啊 整体的这个好像 基本收入都有上升啊 那你们总统还要说 经济不好的人是数学不好 其实不是啦 这就是分配的问题 你看他这样讲是不是 你很正常 这就是分配的问题 那所以这群呢 原来是我们最始终的支持者 他们会被笑说 你们只是民进党 不是要花多钱吗 现在为什么要花多钱 我自己有感受好几次了 我去一些有名的小吃去吃 那个老闆看到我们也是很烈情的啦 也是又很欢喜的 说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吃吃我就跟他聊聊聊 聊完以后呢 我说这次 孙企你看看什么 他说这次很厉害 我都不敢敢开桌 过去他在这边营业的时候 他会很大方的说 这次要回到什么人 我们来集中什么人 他会很主动的 积极的去拉票 现在他愿意全家人投我们 我们就开心了 要感恩了 他不敢开口去跟他的顾客 跟他的上下游厂商去说 这次要回到什么人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让我们在这一次 老实讲 2014年 我们整体的得票是620万 这一次只剩下490万 少了130万 对 这个结构是这样子来的 民进党的票流失了100多万票 好啦 知道问题了 怎么办 还有两年 要怎么办 不到两年的时间 家瑜 有没有什么偏方 密方 我觉得大概一年多就要选了 但是这些问题 你刚刚听我们委员讲 听我们傅秘讲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 也都想要试图去沟通 但是为什么这个政策 还是以意孤行的去做 其实我们在基层 也都听到非常的多 小市民的感叹是说 钱都被财团赚走 你说经济成长 所以当选票叫去民进党的时候 民进党会不会做什么改变 我觉得会啊 所以现在开门词党主席了嘛 现在我们党中央 也知道说要痛定思痛 今天为什么 其实大家不是挺国民党 大家也都知道 国民党也没有变好啊 刚刚讲彰化王惠美 他有比较好 宜兰你说那个林姿庙 很多人说连公文都看不懂 可是他们都高票当选 今天选民不是支持他们 而是要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确实在这次投票的倾向是这样 可是民心变得非常的快 今天人民给民进党教训 同样的国民党 这次民众给他们这么多的机会 韩国瑜一年就要建真 对啊 如果国民党你还在争权夺利 只是想总统 在记者会上马上底下 吴敦毅在台上底下 就有人喊酸中痛酸中痛 选民看了也不会开心 也就是说你如果还是 只是想自己的权位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也不用太开心说 哇 这次人民给了你们很多的权利 好像人民又重新喜欢国民党 也不是这样 好 有趣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向 这个传统 败选主席就是辞了 接下来党主席会是谁 会不会那么快选出来 其实大家都还有得看 国民党我觉得现在很差别 国民党现在是怎样 这个我还要抄下来 赵志念哦 国民党现在为何对党主席 是胜选不论功 败选要究责 是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对吴敬 是产生这样的气氛 其实有一个指标嘛 第一个 他在高雄讲错话了 韩国瑜没有当选 第二个指标就是新竹县嘛 英国把民党那样拐就拐 杨文科嘛 但是你们这个主席 到底有让我赶紧吗 你怎么复辈受敌这么奇怪 我再讲一遍 胜选不论功 败选要究责 主席怎么那么难做 不是啊 那个 当然吴主席本身 有时候他讲了一些话 那个好像 比较喜欢就说 跟人家变的 因为他本身是历史系的 口若悬河 所以他认为说他口才很好 很喜欢跟他们变 所以大家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没有很喜欢他 可是你不要忘记 那个在我们那个 吴主席担任 国民党的秘书长的时候 那国民党那时候 立委的选举 其实几个当选 其实几个当选 是选得最好的一次 那他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风调雨顺 国太平安 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尤其是他的经济成长率是最高的 超过老共第一次 而且甚至于说 我们很大的经济 跟民生政策 都是在他任务实行 我看他是很好的操盘手 他是一个很会 没有他那两年院长 马英九不会连任 对 我们讲实话 他怎么被骂成这样 胜选不论功 败选要就得了 今天马英九 最大的错误 最大的败笔 就是不能把他拿去当副总统 他假如继续让他留在行政院长 那国民党今天不会倒了 国民党还是会记役执政 真的啊 所以当他把杨文康硬放下去的时候 连马英九都打脸他 朱立伦打脸他 还是表明他还是比较正确 事实上 事实上 你看这次的选举吧 这次选举 他请韩国瑜到高雄去 对不对 证明对的啊 还有新竹县 结果是赢的嘛 新竹县 新竹县当时他把杨文科 叫他去选 把林维州换掉的时候 大妈的臭头 就说哎呀 你将来万一 假如杨文科落选的话 那你要下台 很大的压力 其实他独排综艺 他就认为杨文科会当典 其实后来我去了解 假如叫林维州去 林维州才会漏血的 所以这很多人看法 这边都市后 不是市后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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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 委员 委员 组委 全部反对 去主席室找主席说 你们提他我们绝不服选 对 而且这样 怕到这些人 而且那个郑永泉 我们秘书长还下去协调了 几次啊 三四次啊 就是听地方这么一切嘛 所以现在没有逼宫了是不是 对 还是说我怎么觉得国民党内 就是一股力量要逼无的一种 现在当然啦 国民党 现在没有逼宫要出宫了 出宫而已啦 闭关要出来了 现在国民党 我跟来现在国民党当然啦 因为国民党本来就是一种 一种比较 也是一个就是说大家大明大晃嘛 那你今天讲 当然那时候洪秀处跟他选 选那个党主席嘛 那支持洪秀处那一群人 这样每天眼睛真的看说 你那个那个 吴敦义有没有换错 只要稍微换错就叫你下台 稍微换错就叫你下台 这个一定了嘛 现在表示稳了啦 稳了稳了 稳了稳了 稳到了什么时候 要下台 非常稳 对啊 比那个小波块还稳在海岸 对啊 其实喔 其实 所以他可以顺利到准备总统 选总统 民调初选的时候了 当然可以 对啊 应该是这样啦 有时候就刚刚主持人讲了说 哎呀什么要叫他 那怎么一两个人的声音嘛 那你再看看国民党是不是大不能的声音 不过这次确实国民党是选得相当漂亮 对啊 但是就像嘉宇讲的选得漂亮不是民进党做了国民党做了什么好事 最起码 最起码他四人嘛 你今天假如高雄那随便派一个人 派一个别人去那个死气沉沉的 那会有寒流吗 纵使你民进党做了再怎么烂 那你那个不是说选个西瓜 所以他果然是很好的那个 所以他知道嘛 操盘手 他也知道说哪些人适合在哪个地方选嘛 好啦 今晚来啊 王金平 没错 三三每一场都办得比一场漂亮 居然还是要背虚 对没错 那么事实上呢 刚刚讲到 那么国民党这次选得很漂亮 韩国瑜最要感谢的人是两个人 一个人是提拔 也不算提拔啦 就把他派到高雄去当党部主委 后来选高雄市长的主席吴敦毅 另外一位就是他的大恩人王金平 那么其实当时在王金平跟马英九 竞选相关主席的时候 他是站在 韩国瑜是站在马英九这边 对王金平是颇有为辞的 不过时局改变了以后 王金平你看 他这次在高雄帮这个胡选三三 三三为什么选三三 那么齐三 钢三 凤三 那么成功的把本来在县区的陆军比较弱的 那么韩国瑜利用造势的方式 把那个透过农会系统花了上千万以上 把它弄起来了以后 不过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刚刚所说的 他因为讲太常被人家虚嘛 到最后第三场的时候 两分钟 给我两分钟这样子 其实是蛮清卑的 也是很屈辱 不过他确实是大功臣 然后这次他又胡选了 卢秀燕 彰化 王贵美 跟云林 张立善 那么这位龚道博 事实上他自己本身除了是 意销总队长之外 全国意销总队长之外 一定好之厉害 所以在国民党里面 只有两个人在宗教里面最厉害 一个是吴敦毅 另外一位就是王金平 就在宗教界里面的一个关系 那民进党自己本身有 也有培养相关的宗教界里面的 这个人脉的关系 那么他现在因为 你看有一个人 其实也不要忽略 王金平现在有230万的 这个民意基础 其实应该不止 因为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话 那么马英九这次 你没有发现吗 连里长的场子都在帮 你知道吗 他到处全国到处跑 你知道吗 但是好像 好像大家输醉 但是他到哪个地方都说 因为我过去做的不好 然后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你知道吗 那可是 紧接而来的 其实明年开始 国民党现在要争的 他的主席应该不会辞了 为什么 因为当吴敦毅 那个被讲 骂陈局势 背着这个老底部 那个事情 对不对 听说民调限调2% 韩国瑜的民调 限调2% 所以韩国瑜立刻 立刻在台上 立刻切割 我宁可干干净净的输 也不要肮脏的赢 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大胜 而且赢成这样 他不会下台了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国民党的主席 到2021年才要改选 所以意思就是 2020年 所以总统大选 所以下次面临的关系 就是2020选的 所以他现在 除非犯了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不会下台的 也不会有人逼宫的 如果选输可能还会逼宫 对不对 如果韩国瑜选输 他会可能又有逼宫 现在不会的 所以没有错 所以吴敦毅跟朱立伦 我觉得是下一次 尤其是明年 国民党里面抢这个党组 抢这个总统大选门票一个很重要的 朱立仁这次很聪明 他自己本身按兵不动 其实他守住了侯友宜的新北市 票开出来也很漂亮 116万票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表示说 你看我有政绩 我守住了新北 那当然在民进党的部分 赖清德本来就等于说 被认为是终身代的后起之秀 明日之星 那但是呢 那么他伏选了 黄伟哲台南 他自己的这个等于说地盘 那新北的苏贞昌 尤其他拍的 苏贞昌那个竞选广 拍得非常好 新竹林志坚 基隆林又昌等等 那么他自己本身也拥有 上百万票以上的这个实力 会不会成为新共主 那政治场上没有 你觉得他会自己接党主席吗 在政治场上没有那个 等于说可能或是不可能 但问题就在于说 那么因为蔡英文 找他来当行政院院长 所以呢 虽然独派一直 独派其实跟胜利 一直希望赖清德 能够出来选总统 但是如果蔡英文 那么在明年 那么改革的不错 做的不错的话 赖清德我个人认为 他比较不会就直接 跟他抢这个位置 他已经讲很白了嘛 对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变成他忘恩负义 你知道吗 就好像人家提拔我 然后我就这样做 但是前提是 蔡英文要做的好的情况下 要能够改革好的情况下 那当然苏嘉全 他自己本身 当过两任的 这个黑尾鱼的 这个屏东县长嘛 那也在台中选过 所以表现也不错 现在是立法院院长 郑文燦的话 他有一个非常大 有本事 这个胖周瑜啊 他可以把各方的势力 包括国民党 民进党 武党 全部在桃園 全部都把他们 安抚的 服服帖帖 这是他的本事 人和很重要 所以事实上 在林嘉隆 台中市长连任 失败了以后 反而郑文燦的地位 整个就串高了 所以也不要小看 郑文燦未来的表现 所以就是说 在蓝军里面 现在剩下的就是说 总统初选的问题 没错 对不对 那民进党方面 面临的就两个关卡 一个是党主席 然后接下来就是 也是总统初选 没错 会不会有初选 嘉欣你了解 总统的初选 我认为 就这一次的结构来说 党主席的选举 大概大家如果能够有一些协调 推出大家都能够认同的 其实党主席很快就呼之欲出 那总统的这个初选 我们当然有机制 如果真的有人要出来登记 那就得办 那但是如果大家有一个 众望所归的对象 事实上有些时候 也不一定是要用 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那蔡英文现在还众望所归吗 我想这个东西是下一个阶段 等到新的党主席出来以后 整合大家的意见 才能够有一定的这个结论 那当然主席 就是蔡英文总统本人 他自己也有一定的思考 我想还有一点时间 可以慢慢来讨论这个问题 不急于现在马上来 辩论这个部分 毕竟现在的现任者 还是要把重要的政务的工期 要主持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时间快到的时候 会几个比较有机会的 用民调来决定 我认为用民调来决定 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状态 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 这个在基层的这种组织上 动员的厮杀 选举最好是能够大家 整合在一起 越是这个在厮杀的过程当中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种困扰的话 那在选举的整合上面 就又需要花更大的力气 那所以民进党向来 其实我们都是用民调的方式 在做决定的 从来也不是用投票的方式 在处理 但是民进党立委是说 现在已经感觉到一种 土石流的氛围了 对 其实我是觉得现在的整个败 下一阶段选情是很 没有办法看好的 其实每个人都写说 我们明年更严峻 我觉得比今年还更严峻 但是就是说因为 当然如果我们用这样看 譬如说我们以台中市跟高雄市来看 其实在选前我们听到的 包括外面说 人家说签赌 那个都还让 像林家隆都还让 而且林家隆专访的时候还说 卢旋渊这个对手太弱 那我们看过 对 也就是说也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政见 不让人家耳目一新 大概就是讲 所以这是赌盘很多爱糟楼就对了 因为开出来是让得掉 大家还生叹气 其实我是觉得说 现在整个败选的风格也这样 明年马上就会面临到 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所以事实上要 民进党怎么样赶快疗伤止痛 就是赶快想办法 当然第一个决定党主席 主席迟了吧 那这个人 能够赶快整合大家的意见 要怎么走 然后包括我们 其实你想想看 假如说已经很难选了 然后立委又要很多 这个区域很多人在登记初选 那个区域很多人登记初选 又在那边施杀 然后连总统先任的 连任也会面临到新的人 也去登记 我想这个当然就 这个都不用选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 你还在争 那到底在争什么 是真要选而已 还是真的要胜选 所以那个党主席 过来那个党主席就很重要 他要有那个能力去调和定 其实民党过去就是大家共治 作为一个平台 因为中常会有什么平台 那大家可以去谈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 应该要静下来谈一下 我们过去这两年九个月的 改革的步伐 有没有问题 策略方向都对 总统到选前都到各地去讲 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对的 但要坚定不能回头 那这个是不是方法错了 策略错了 或者步骤有问题 或者整个决策的机制 产生的问题 我们应该 我们也第一次完全执政 坦白讲我们也是第一次 我们有那个想法 选民很急嘛 要理想你要改啊 你要改啊 那我要改做给人家看 那急那当然是很急 那地方有地方的问题 中央有中央的问题 所以一下子全部都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改革的这个方向上是对的 那我们第一次拥有这个完全执政 在很多县市有执政权 在中央也有执政权 我们也花了很多资源去支援建设 我记得那时候胡市长落选的那一次 他说他13年做了很多事 他有讲一句话说建设不等于选票 我觉得这句话 现在林家隆也一模一样的话 对 林家隆其实他私底下也讲说 他在落选 昨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 旁边的幕僚跟我讲说 其实有时候讨论政策 不如讨论政治 他说政策就是我十年某一件 都讲好要变下台中式发展的一个 我觉得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对民进党来说 大家都是纯齿这个与共的 那纯王就齿寒 现在不要再竞争了 对 所以民进党在面对这一局的结构之后 我相信大家是会有这样的体认 尤其看到国民党2016 其实2016他们为了推总统候选人 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9月10月换柱事件 大家都还历历在目 所以对民进党来说 我们要从别人的错误经验里面 去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避免重蹈覆辙 所以我相信 如果大家因为要过度竞争 非我不可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蔡英文会非我不可吗 就你的了解 我认为她还是会用大局的思考 来想这件事情 然后也会去中阅的平补 如果民调真的比较差了 我想她一定会用台湾最终的 什么样的利益是最好 来思考这件事情 你市长觉得 有一天总统想着更好 那最好是这样 人民就不能分辨了 一个法国会 一个法总统 两党可以这样的话是最好的 要互相制衡 才能制衡 这样是最好的方式 如果有时候塞不减减 偏要实际上就是这样 这样会软掉 这样就软掉 所以现在 整人不清楚 那个叫超小野大嘛 对 刚才讲的超小野大 你们现在 台湾觉得 公司人做总统比较好吗 没有 现在是没有这种听到这种声音 还是其实小英也没差啊 没人说他没差啊 只是改革得太快 改太快喔 有人說改革太慢了 改革太慢了 小英一直在講說 他們這次會顯得這麼辛苦 就是因為改革 他說改革讓他們顯得這麼辛苦 但是小英以前在講 他說他們改革 他們是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 你獲得多數的民意支持 獲得少數的選票 為什麼你會這樣 那就是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你當初的民調 是不是錯誤還是造假 你口口聲聲的所謂改革 根本不是老百姓需要的那種改革 因為現在 整個政策 一定是緩應在選票 比如說你這次你就以台中來講 你台中 其實台中一般大家都認為說 盧秀燕的那個強項 是在那個市區 那這是真的市區全盈 每一個票幾乎每一個區塊 全盈 可是我們來看縣區有 縣區很奇怪 縣區照常是民進黨的大白營 可是連以前 連胡志強跟江啟成 都沒有贏過的縣區 縫完 縫完是綠到不能再綠 而且有建設 他很著力 都很漂亮 那是江啟成 那是江啟成的險區 那連江啟成 他那個地區都沒有贏過 可是這次盧秀燕還贏了多少票 3900票 那你還有那個太平跟大理 太平跟大理的話也是傳統 綠到不能再綠了 大理是大理不是 大理太平幾乎都是 因為那個我們 油藍轉綠這樣比較精準 對 而且你看我們立委都輸掉了 派了好幾次的立委 我們已經連續輸掉好幾次 兩次了 那這次縣區只有一個地方 民進黨贏 也就是林家農營 就是一個神鋼 那贏幾票193票而已 那其他全部輸 而且都大輸 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 就是說因為你縣區大部分都是 屬於比較所謂的農業區 也就是我們再講看 所以農民失望 中小企業失望 對 中小企業失望 那中小企業假如說好 剛剛提到說 哎呀 因為得罪中小企業 那照樣你應該得到 中小企業的員工的 員工的資質才對 因為老闆就一個 沒有 剛剛也說 你要就兩例 對 我講 你員工 老闆只有一個 員工跟我比較多 假如你的改革是對老闆不利 那是對員工有利 那假如是對員工有利的話 那你應該是得到更多人的 支持才對呀 怎麼也沒有 所以真的很少看到說 一個政策 把老闆也得罪 也把員工也得罪 因為你知道 有些員工都說 我要賺錢 你為什麼不讓我賺 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 糾葛在一起 那還有那個 譬如說你高雄 高雄當時那個 不管陳菊 或者是陳吉邁都說 我們高雄去創造 那個一兆的經濟收入 那你韓國瑜 一天照 你在講說貨出去 什麼 什麼人進來 你講的都是那麼 一點點的 那個什麼 不是農業啦 不然就是光光啦 你那個產值 才只有一百多億 你看看 我們那個 陳吉邁跟陳吉邁講的 都是上兆的東西 那你韓國瑜 你講的都是那種幾百億 幾百億的東西 你是在跟他比什麼 但是他不要忘記喔 你那個上兆的東西是什麼 財團的 因為財團 因為那個高雄 高雄都是什麼 什麼國營事業 中鋼中油啊 什麼都是那個嘛 那都是財團的 只佔差不多 他的那個產值的享受 只有超20%的人在享受 可是你那個幾百億 重點你是一百億啊 所以選票給了民進黨教訓了嘛 你是百分之八十啊 你是百分之八十人在享用嘛 所以我想要讓瑞德哥 來分析一下 就是說 就像 因為張廖他介紹要選立委 他現在秀到那個氛圍是很不一樣 沒錯 那今天就投了 真的 所以說 怎麼樣可以讓民進黨呼喚人心回來呢 這一次民進黨在各縣市裡面大敗 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 你不能說跟大環境沒關係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各位如果仔細去分析 從南到北的各縣市的議員的得票數 各位去看看 中國國民黨的議員得票數都是非常高的 都在前面 那麼事實上選前我們大概就知道了 民調不能公布的民調 就已經大概知道這個現象了 從新北台北幾乎國民黨都在前面 然後民進黨在後面 當然高嘉宇也不錯 三萬多票等等 但是第一高票是羅志強 羅志強講了一句話在今天 我覺得我個人是給他肯定的 他提醒中國國民黨千萬不要 有些人沾沾自喜得意過頭 你知道嗎 這一次不是中國國民黨大敗 而是人民用選票在教訓民進黨 而民進黨的支持者有一成左右 沒有出來投票 這些一成左右的包括誰呢 比如說包括可能包括喜樂島聯盟 當時為了全台這個相關台獨的議題的部分 台獨公投的部分 那麼民黨那時候不是夏琳公子不可以去嗎 還叫有去的人要寫報告等等 這些台獨基本標標勝率 他們對蔡英文是很不高興的 然後還有包括當然 包括這個因為阿公阿嬤 因為這個投票不難久候出來的也有 可是這些人事實上 這是民進黨自己本身要在明年想辦法拉回來的 你知道嗎 什麼方法 想什麼辦法 那麼你說沒有辦法嗎 我不覺得 我記得在場的張亮萬間就好了 我記得我本身去曾經在台中 陪他去幫他掃接敗票等等 那一次我們聊了一下 張亮萬間在台中的一個地方 我們剛好車隊有經過一個郡村 那個郡村我記得 他第一次選的時候是十幾票對不對 只得十幾票耶 你知道嗎 只得十幾票 你落了半天只得十幾票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但到後來不斷的不斷的努力 努力努力以後上百票幾百票就這樣來了 那麼我也舉另外一個簡單例子 蕭美琴就好了 蕭美琴在華林也是一樣的 所以呢 民進黨現在 由應該由 那個蔡英文總統做起 他現在辭了這個黨主席 秘書長頭號戰喚 這個洪耀福已經下台了 然後呢 那緊接而來 新的這個黨主席秘書長上來了以後 總統要做一件事 總統跟行政院長那個賴清德啊 賴清德雖然行政院長留下 他的內閣要大幅度改組 為什麼呢 大幅度的要用接地去接民意的相關的這些閣員 首當其衝了 我個人就覺得徐國勇其實今天內政部長是很好的 至少不會像之前的內政部長 現在當教育部長的葉俊榮吧 怎麼會那麼天真的去相信複聯會 好讓人家準備了那麼多的稅子機 把那些完整的相關的稅集資料什麼東西 全部把它削毀掉嘛 所以你要大量的用這些接地氣的人 然後呢 什麼事情都要以人民為衣龜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在中國來台灣統戰第一名 我個人覺得做最好正力中 雖然他現在可能在秦城監獄還是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他好像被中共整肅了 但是他來台灣統戰是最厲害的 你知道嗎 那麼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些新的內閣的閣員 這些新的戰鬥內閣 什麼內閣 不管所有的東西 你都要以人民的感受為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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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參選議員黃文藝 就拿下選區第二高票 支持著力挺恭喜 黃文藝和其他五位同樣第一次參選的議員 組成高雄清聯縣 在這次選戰中揮出全雷打 六位綠營新人強調 立抗在高雄市將完全執政的國民黨 他們這股清流依舊會為了民意拼了 面對這次寒流效應66席次 國民黨三三席剛好過半佔50% 加上親民黨和五黨三席 渴望過半拿下議長的位置 民進黨比起2014年的過半席次 就會只拿下25席衰退至38% 選前就跑透選區內 121個里的黃文藝拿出最接地氣的證件 十多年的家庭主婦挺身而出參選 要為下一代努力 高雄清聯縣六位綠營新人 江洪睿 李雅惠 林志宏 黃文藝 黃秋英 鄭孟茹 政見各有專業及關懷重點 這股清流準備好了 將上議會做好監督社會的責任 競選總部炮聲隆隆 搭乘吉普車出發沿街蟹票 時代力量三位北市議員 當選人 清一色全市女將特別吸睛 謝謝 我是時代力量 大安文山 林隱夢 感謝大家 林隱夢聲音甜美外型出色 大安文山區選情緊繃 仍順利搶下一席 同行慶祝的還有士林北投 黃玉芬和中山大同區林亮君 台北市三席 確定達到阻擋團門檻 時代力量打出美女牌 交出不錯的成績單 除了台北市三位之外 基隆也有一位 陶竹苗地區共搶下七席 其中新竹市就佔了三個名額 彰化 雲林 台南也各有一位 高雄則是當選兩名 總計時代力量有16席 縣市議員 黃捷拿下高雄鳳山區席次 形象甜美清新 還自爆常被當成功讀神 時代力量美女牌多 靠突出外形增加關注度 但進入議會 政績能否一樣亮眼才是關鍵 跟那個投名狀電影的一樣 需要一場勝利 你需要讓整個台灣 像水滾水這樣滾起來 你不要再看那個大企業 你必須讓它滾起來了以後 這不就是韓國瑜所說的 那個大家發大財的嗎 那現在對韓國瑜的考驗 剛好開始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是個聰明的人 他當選了以後 你可以發現他其實臉色 是很凝重的 千金萬彈來了 為什麼 之前講的東西你必須在 你不要以為會給你四年 明年我要看到初步的成效 所以我才說他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應該就會到對岸去 為什麼 因為你要人進來 逛逛客要進來 可是問題是現在有個問題 貨出去很簡單 買你的貨OK的 可是人進來 又牽扯到中國共產黨政權 他要打擊民進黨政府 所以他不會讓團客一直進來說 因為韓國瑜當選 所以團客增加100萬 你要全部到高雄來 不會的 然後我還是在強調 謙卑謙卑再謙卑 要真的這樣做 不要當了官以後 用了很多的學者專家 然後用了那種 我舉個最 最後做一個絕語就好了 那麼年金感給我贊成 但是我不斷苦口婆 現在在很多電視節目說 台灣的軍警銷 他們應該一致 不要跟我講什麼 少衛軍官的起薪是 38890塊 一律4萬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多的軍人跟我說 很多的那個 如果是4萬塊起跳 他們不會抗爭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尊重 結果你很堅持一定要38890 而且警方跟消防人員 危險風險 完全不亞於軍人 死的不堅 你知道為什麼死的不堅 納進去 因為很簡單 你用的人是學者專家 我想要請問一下理事長 中國牌這次失效嗎 在高雄 那些人說 韓國瑜怎麼這麼風 對那怎麼支持 不好嗎 現在高雄的人就是說 我要生活比較好過 對 你中國盡量幫人 來揚車行李好 這樣就好了嗎 家庭這裡再有人 這樣嗎 現在高雄人買的是這個嗎 這是有困難 講幾講 失無失造 鬼失造 我是想說 中國牌有沒有效 這是見仁見智 我是認為 它的影響效果不是很大 而是因為韓國瑜個人的特質跟魅力 讓人說給他一個機會 試試看 對 幾乎是這樣 其實 剛才說到改革 這方面 我所看到的 不要小看改革以後 這些金公教的人 他們過去 我們政府 他都是政府官員 他的所施恩的給一些百姓 他都能叫得動 都還能叫動 雖然退休了 那些都是菁英 他們出來只要反輔選民進黨 對啊 他們現在過去輔選民進黨 現在他都輔選國民黨 所以這些人 很有辦法去叫人 為什麼 因為老師學生太多了 跟家長熟悉太多了 所以他們人最少 但是勞工最多 但是受到這些的影響 就影響到這一次的選情 你們網路戰鬥力變得多了 網路戰鬥力很重 後來我發現很重要的一群 真的是 這些退休50萬大軍 他基本上 你看他的那個 50萬給你反輔選你的 對 約個100萬 你們就剛好流失120萬的選票 對岸當然也有 其實我們島內其實自己就有 你看他們那個串聯 在寒流來的時候 他們的串聯 我們台中也很多去 他們可以釋出 他們不是只有那個族群 他們本身有學生 以前有他拉拔的一些人 有他施恩的一些中小企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是一股 在這次裡面看到說 你網路有看到一股力量非常大 對 那個有時候覺得很不滿 對政府非常不滿 就是這樣 來我想其實這一次 民進黨的那個中國牌 跟背情牌都沒用 沒有用 因為民進黨每次在南部的選舉 太舊了選舉 一定都打那個背情牌 都講歷史不會贏的 對 每次都 他講未來的願景 講來講去後 你看一到選舉就說愛台灣 一到選舉就228 只有你可以愛台灣 對 一到選舉就美麗島 所以你覺得228不要再講了 已經沒有 我覺得不要再講了 越獎票越少 而且你講了 當然 你今天想 他們現在一定就是把它打成說 只要你支持我民進黨了 都是愛台灣 有台灣意思 可是中國因素你們不怕嗎 對 中國的假消息操弄 你們不擔心嗎 那你今天是這樣 當然你民眾 中國危及國家安全 操弄我們的選舉 老共的第一敵意有 你有全部拿掉 對 那只有敵 你選選看嘛 就這個結果嘛 民眾是這樣 民眾他自己會判斷嘛 你在台灣我能夠賺到多少錢 現實其實是很殘酷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韓國瑜的口號 可以給年輕人一個希望 他們在乎的是說 不管我做不做得到 但是至少他眼前看到你沒有做到 那民進黨在這一次選舉的主軸是 這個停改革 顧台灣 那問題是我們的改革 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 轉型正義 這個有沒有吸引到人 顧台灣 你有沒有辦法讓民眾有勇敢 可是民眾在乎的是 民生經濟的時候 這個口號離他們太遠 那你說民生經濟要怎麼做 年金改革剛剛講 六成多的人都支持 確實多數人都支持 可是這改革 可是年輕人為什麼不因此 這樣再挺民進黨一下 因為年輕人無改 因為對年輕人 年輕人覺得年金改革他沒關係 他支持啊 但是問題是 他不會感謝 他沒有感受到 你自己改革你要讓我有錢賺啊 你改革是改革別人啊 對我有什麼影響 年輕改革的後座力 只會把他錢發個年輕人 對啊 年輕改革 就是應該的 年輕改革是有後座力的 就是說這些軍公教他過去 其實他們有非常豐厚的 這個退休金的時候 他們比較敢消費 比較敢花錢 比較敢去旅遊 可是現在他們沒有了 他們知道這個要減少的時候 他們的消費會緊縮 其實這個也連帶的是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連帶的一例一休也是一樣 一例一休本來民進黨的意思是說 一例一休之後 這些中小企業他們會多聘勞工 讓勞工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結果沒想到 這個年輕改革這些人不消費 內縮緊虛之後 這惡性循環景氣不好 然後中小企業也賺不到錢 也沒有多的錢去請勞工 所以整個惡性循環 讓大家感受到說 好像經濟不好 越來越差 雖然GDP增加 可是感受不到錢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人生短短幾個秋 當總統的時候 好好做到好 人生不會有意思